令人耻辱一幕,朝鲜女拳手输中国坚决不下场,气得教练上台摔毛巾本届雅加达运动亚运会随着开学季的到来,也落下了完美的帷幕,然而就在比赛进入结束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,赛场上却发生了令人羞愧的一幕,首先是韩国的柔道选手在比赛失利,后,一直坐在赛场上对比赛的结果进行抗议, 接下来的朝鲜选手也来了一个差不多的表演,在9月1日比赛的女子51公斤级的拳击决赛中,中国的小将长员经过艰苦的搏斗,终于以3比2的成绩险胜朝鲜队,一年仅21岁的成绩,就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,然而朝鲜队的选手似乎对裁判的判罚并不太满意,又或者是中国选手的拳劲太狠,打得有点猛, 朝鲜选手接下来就表演,了一出让网友门目瞪口呆的大戏,这名叫做防彻尼的朝鲜拳击名手,在知道了裁判的判罚之后,当场就表达了对裁判的不满,后来更是直接坐在了拳击台上,进行一系列放松动作,坚决不下场,想要通过这样的行为,来抗议裁判的判罚, 而作为防尘迷的教练,不但没有将自己的徒弟给劝说回去,反而冲上台去进行山崩点火,对裁判大喊大叫,甚至对裁判当面怒摔他的毛巾,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抗议行为, 看到亚运会上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幕,观众们也是在哭笑不得的同时,送上了自己的嘘声,而这场戏剧性的一幕持续了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,在线,场的裁判人员多此示意,当朝鲜女选手,以及他的教练下场为过,裁判上去没收了他们相关证件,作为这次的处罚,才让这些朝鲜的拳击手们无功而回, 中国小将长员这时才可以享受胜利的喜悦,将五星红旗劈到了自己身上进行绕场庆祝,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令人愤怒的小插曲,就是现场的朝鲜观众,并不太买账,在我国的小将长员,跑到他们的边上的时候,依然是发出了自耳的嘘声,这种行为真的是令人感叹,没有丝毫运动精神,有网友更是表示, 原来朝鲜韩国真的是一家人输不起的特质,在两国身上都有体现,竟然在最后赛场上在夺金后发生了这样的一幕,但是我们的中国小将长员却并没有对对手进行责怪,这令我们许多网友感到非常的欣慰, 所以,长员在赛后表示,每一位运动员都挺不容易的,都想为自己的国家争光争彩,因此他特别能理解其他运动员的心情,至于其他国家的观众进行的起哄,长员更是表示,对于这些人他根本不去理会。 alomsteps 嗯 嗯